奇达内被警告说,如果他接替穆里尼奥,他将在曼联瓦一个大洞。 这是以SPN的专家克雷格布来说的,穆里尼奥仍然在老特拉夫的执教。 尽管上周末之前有报道称,葡萄牙教练即将被解雇。 但是当曼联继续支持主教练的时候,穆里尼奥自己透露,执行副主席埃德伍德要求他不要理会,关于他未来的报道。 人们普遍认为他很快就会离开俱乐部,尽管穆里尼奥和越来越多的球员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。 但在周末红魔从背后以3比2接班纽卡斯尔之后,这一发现才被披露出来。 前皇马主帅齐达内是很多人的建议,如果穆里尼奥被解雇的话,他已经在上赛里莫离开了西班牙豪门。 尽管他们连续三次获得冠军联赛的胜利,委员会的报告独立,如果穆里尼奥被解除职务,齐达内将成为曼联主帅伍德沃德的第一选择。 但人们认为曼联是有问题的,因为齐达内的要求之一是完全控制转会,伍德沃德目前正在监督先约求人的过程。 然而,重要的是,这份报告表明,齐达内对接任曼联的可能性很感兴趣。 这位46岁的球员可以说是穆里尼奥在本赛季离开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由球员。 前谢尔西中场布莱是ASBNFC小组的一名结束成员,他认为齐达内将长期接受曼联,因为俱乐部面临的问题。 相反,他认为自己更适合在拜仁慕尼黑在科瓦斯执掌德加冠军道。 头几个月,科瓦斯也可能面临管理层的转变,这让他们在前期场运败中落后自发。 在ESPN的加时赛节目中,在回答观众的提问时,不来说,我必须选择在曼联或拜仁担任教练的角色,或者在尤文图斯担任导演的角色。 他和尤文图斯有很大的联系,但我想说很有可能是拜仁,他将在曼联挖一个巨大的洞。 所以,如果他想在长期内努力重建球队,并与两支更好的球队抗衡,那么就拿下曼联吧。 如果他想要一家有优秀球员的后聚乐部,也许可以轻松一点,很可能失败人。 尽管有一些建议,其他内的经纪人最近似乎对他可能接管曼联的想法投了冷水。 阿兰米利亚乔在接受法国报纸迪迈奇包采访时说,我不认为他会去英格兰工作,因为这不符合他的足球风格和方法。 我和他讨论过这件事,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吸引他。 他选择休假一年,不会改变主意。 我和他讨论过一年,不会改变主意。